我們請荒山亮老師請做講評 那個畫面感是有出來的 還不錯 有一個地方就是 將你放不去那個立 那句你怎麼唱的 將你放不去 對 將你放不去 對不對 我覺得你那邊滑得太慢了一點 就是將你放不去 就會覺得有一點鈍鐵 那如果是你要讓它順一點 將你放不去 就是順順的上去就好 你不用太可以去推那個東西 反而會不太那麼自然 將你放不去 是愛人很相比 心裡已經透水 不知道怎麼不去 這個副歌曲這句還蠻重要的 那如果你太表演的話 反而會失去那個 歌詞本身的那個感動度 那一點下腳的建議 加油喔 然後雅如呢 哇真是 這個背水一戰的感覺 我覺得你今天這首歌 挑得非常好 就是這首歌會 讓你比較沒有 暴露太多的 之前的我們講的一些缺點的地方 然後有很多 像那個 鄉人 在那號 那邊的轉假音的地方 我覺得你就處理得非常好 就是又有那種 哀怨的那種心情 但是你那個小女生的那個口氣 又在這時候表現的 我覺得還蠻恰到好處的 那今天這首歌其實 歌挑得好喔 就是上天堂 所以我也給你不錯的分數 來 丁曉雯老師請 鄭齊今天選了一個女生的歌 我記得之前老師有說過 就是男生歌跟女生歌呢 它有一些不同的特點 譬如說包括音域啦 包括旋律的線條 還有包括歌詞 所以我們在男歌女唱 或是女歌男唱 是要注意到這一些細節 那今天檢查 趁其選的這個歌呢 在音域的部分 我想男生唱起來是OK的 有人有餘 旋律的線條呢 也不是說那麼女生化 只有男生是唱來也是OK的 然後歌詞部分 男生唱也成立 所以今天正極選這個歌呢 基本上沒有大問題 但是小問題在哪呢 剛剛荒山亮老師有講了 所有老師都對於 這個地方 因為不斷地重複 副歌的這一句 所以這一句如果沒有唱得漂亮 可能就是一直在扣分 好 要很快 你可能滑得慢了一點 還沒有到位置 你就要唱下一個字了 所以這邊幾次呢 其實音準都不太好 然後偏偏他又是在副歌的第一句 不斷地重複 所以非常的明顯 所以這個我們聽起來會 在聽覺上就比較有困擾 再來一個就是說 正極你怎麼會忘詞 因為就是 今天老師有說就是說 有時候我會太謹慎 唱歌沒有投入 然後我覺得今天好像 投入到後面快結束的時候 對已經投入到就 真的忘詞 第一次就是這樣 用你的美麗放不去 用我的想要想去 只剩下 好水光消息 你們上台真的有一部分真的要放鬆 所有的練習都要在上台之前完成 你已經要練習到就是 你張口就在唱 而不是在想 或是說我現在要表現什麼樣的情感 有時候太投入 真的會突然之間一片空白 正極今天很可惜 高手過招啊 常常這就是決定的關鍵 好不好 雅如 其實你有沒有發覺 你以前幾次唱歌選歌 老師會給你讚賞 就說歌選得不錯 它其實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就是 甜美的歌 你真的很適合 再來一個叫做 楚楚可憐 這樣子的歌對你來說也是很拿手 那個感覺唱得非常入目三分 好 但是也是有缺點 前面主歌的地方有些音太低 你還沒有完全肌肉放鬆 放鬆一點 或是以前你曾經用過一個技巧 加一點氣聲 帶過去 對不對 我們會聽到 欸 覺得有一種愧靠 你不要那個肉搏讚 好 就是一定要把那個音要唱準 反而肌肉是縮緊的 好 所以前面A段有幾個音稍微低 但是後面副歌我覺得唱得非常好 我覺得最主要原因是你歌選對了 好 謝謝老師 來我們來看這個蔡正極這首歌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正極今天不小心小巧的失誤 分數來到878889 90 小數點繼續跑 91 小數點是多少 恭喜得到91.2分 謝謝老師 也不能靠別人失誤 自己要有點本事 是 今天音雅如表現不錯 看這首歌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已經有一段黃海在身上的雅如 今天的分數來到8889 90 91 92 小數點繼續跑 恭喜得到92.4分 謝謝老師 好 一個91.2 一個92.4